接下來我們要使用長拉桿 外加我們兩邊的鋼索來鍛鍊我們二頭肌 記得這個時候你身體左右邊的平衡要控制好 不然的話你會有的時候常常你比較習慣出力的手會高一點 所以盡量控制兩邊平衡 這才是最好的鍛鍊 來 首先一樣 我把肝子提起來之後 手臂加緊身體 然後我們的膝蓋有點微彎 身體先輕一點點 然後把它往上帶 盡量保持好你兩邊的平衡 當然不可能隨時都這麼均勻 可是盡量兩邊發力 讓它幾乎是均勻的 你的手都別跑到身體 要加緊 讓你的二頭肌帶動你的前臂 做一個完整的發力 希望這個動作對大家能夠有幫助 謝謝